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无论您是在国内准备出国留学 还是说您已经在海外留学 准备择校或者是找工作 经常我们都是需要写简历 那一个好的成功的简历 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不仅是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个人硬实力 体现出我们的良好的写作功底 而且还会有加分的作用 另外如果可以更好的打动对方的话 这对于我们的以后啊 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呢 都会非常有帮助 这是一个关键点 而且呢我们要知道 学校要求的学术简历 还有针对一般政府机关 或者是公司企业所使用的简历呢 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留学生经常使用的学术简历 第一点要注意的是寻找范本 一般我们写学术简历呢 都可以在网上找范本 现在大部分的范本呢 都是word或者latex格式 在此我们建议使用latex写作 虽然呢它和我们经常使用的word不一样 但是呢它是一种所思即所得的文档编辑方式 它是有一套语法需要掌握 因为呢latex在学术界是广泛应用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掌握它是最好的 很多网站呢都可以在线编辑latex 而且也都会提供不少优质的范本可以参考 当然了如果您可以熟练的使用latex 也可以自己制作具有个人特色的范本 另外学术简历最好就是简单大方 不要太花哨 反而呢会弄巧成拙 白色或者是彩色的范本都可以选择 第二点要说的呢就是字体的问题 一定要使用主流字体 虽然说呢我们的范本它都是自带字体的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看一看它是否是主流字体 而且也要看一看它是否符合标准 是否符合我们自己的喜好 那我们在学术简介当中呢 要注意的是除了前面的工作单位 还有联系方式可以是小号字体呢 其他都应该用十佳字体 而且呢这个字体大小啊 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工作单位呢 都会有一个要求的标准 那我们要看一看自己是否符合了这个规定 另外除了主流字体之外呢 还可以选择一些非常专业的 或者是你认为特别好看的字体 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要使用非主流的字体 第三个要说的是格式一定要一致 范本都是带有格式的 但是主要强调的是一些范本不容易控制的格式 比如说不少同学在写简历的时候 不太注意时间的排版 比如说在教育背景部分呢 可能是先写时间再写学位 或者是分了两行写 那在后面研究经历的部分呢 可能又把时间写到后面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最好是要统一格式 比如说时间统一靠左对齐 这样看起来简历就非常的专业清晰 第四点要注意的是层次感要清晰 大部分优质的范本都有不错的层次感 但最好再检查一下 那一般来说呢可以通过粗体字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用高量的方式呢 来区别层次 那如果是自己制作范本的话 要注意一点 就是每个层次呢一定要有统一的格式 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部分是用了颜色高量粗体 另一个部分呢却是顺序颠倒的 或者是用错了颜色 这样都不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词一定要规范 这样的问题啊是经常出现在那些在国内准备出到海外来留学的同学身上 那如何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呢 我们可以经常去看一些你这个专业的一些教授 他们写的简历 那最好是看一些年轻的教授 因为呢他们的简历的风格啊可能更符合我们的需求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解明额药 那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啊 其实解明额药非常的好 而且呢会让对方一看呢就特别能明了你要表达的意思 有些朋友啊在写研究经验或者是课外活动的时候呢 一开头都会写一段概括性的语言 那这段概括性的语言可能呀不是特别长 但是并不是非常简洁明了的 最好的处理方法呢是可以用条列式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常见于那些准备申请留学的同学们身上 比如说自己经历比较少 所以就习惯于把所有的东西呢都写到了简历当中 这个习惯很不好 要知道啊因为负责检查的委员会呢 他们不是按照简历的长度来做决定 检查委员会呢会面对成百上千的申请 他们不是抱着我要找出这个申请人的闪光点的心态 他们想的只是为什么我不想继续看这个人的申请 我要给他发拒绝信 所以呢啰嗦的小事千万不要放到简历里面 这样会冲淡你的优势而且呢会加快聚查委员会发拒绝信的速度 没有任何的好处 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不是细节 虽然啊简历要简洁 但是呢必要的细节一定要有 尤其是很多同学会忽视量化自己的成绩 比如说你获得了优秀学生奖 那么你到底有多优秀呢 这是我们可以加上年级前三名或者是百分比的描述来量化这个成绩 比如说你在学校的什么活动当中表演了钢琴 如果是用在某大学某活动当中在众人面前演奏钢琴 那其实这样说呢并不是效果特别好 我们可以这样写 于某大学某项活动中在五百多名观众面前演奏钢琴 这样量化过后呢效果会更加 以上对于留学生写学术简历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的介绍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您认为还有哪些要补充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关注 希望大家可以按赞订阅和转发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